想見你 只想見你 未來過去 我從來都沒有放下過他 大家還記得當年風靡全亞洲的燒腦劇 《想見你》嗎? 睽違兩年被各種粉絲敲破了碗 《想見你》電影版終於要來啦 不過目前只有在中國和台灣上映 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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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拍照 光聽到這個slogan 小編就覺得這又會是不烈性的電影啊 這次電影版也請到了原班人馬 柯佳燕 徐光漢 斯伯也出演 真的讓小編和《想見你的影》們 非常期待和感動啊 電影版一樣延續了電視劇的劇情 結合了愛情 穿越時空和懸疑的元素 讓大家能在電影院裡 再次和角色們一起陷入思考和解謎 這超級燒腦的劇情 最近釋出了多則預告片 讓大家更期待電影版的到來 光是這幾分鐘的預告片 就讓觀眾陷入各種推測 讓人更目睹著頭緒 像是在首播預告裡 視野陳韻如的柯建燕 難過地奔向了徐光漢 畫面拉開 又見到黃雨萱 與莫俊傑同時出現 令人好奇劇情的發展 另外 黃雨萱也在預告裡說 只要能夠改變未來 只要他可以平安地度過今天 其他都不重要 讓小編好奇到底是李子維 還是黃泉盛會在電影裡遇到危機 而雨萱又會再次穿越時空 拯救哪個他呢 還有的是 看著柯建燕穿上漂亮的婚紗的畫面 大家紛紛在想 要結婚的到底是黃雨萱還是陳韻如 而姓呢 又是李子維 莫俊傑 還是黃泉盛呢 光是預告 又燃起了我的追劇和推理魂 非常期待電影劇情的發展方向 所以說這就是為什麼 《想見你》那麼活啊 就是要一起燒腦 一起解惑劇情的發展 一起釐清穿越時空的 每一條線索和故事線 早前 導演在宣傳活動接受訪問時 有提到說電影版 會是《想見你》的完結篇 因此 喜歡此劇的影迷們 一定要到電影院裡收看呢 《想見你》電影版 已經在12月24日 在中國上映了 而台灣也特別選在了12月30日 黃雨萱最後一次傳訊息 給紫薇的日期在全台上映 會有這樣的安排 其實具有非常特別的意義 彷彿像是《想見你》這部劇 也穿越了時空 上映了給大家看 舒遜沒有看過電視劇版本的觀眾 也可以到電影院裡看電影版哦 一起來解謎推理這部 《愛情燒腦軒衣》電影 小編在這裡 非常期待黃雨萱和李子維的甜蜜Ending 也希望這部好電影也能趕快在馬來西亞上映啦 還原一直期待和喜歡《想見你的大馬影迷》